啊 好痛啊 洋豆豆 我都看不怪你这样 我怎么啦 家家 哎呀 王豆豆 我告诉你 我王家家的袜子 不是谁想你就来洗的 啥的 你手疼 你洗得干净吗 这个王豆豆 竟然指使妹妹干活啊 你怎么知道我手受伤啊 我脑门上长的这两窟窿 哪都不是眼睛 一边吃烧烤去 分享我干活 知道了 嗯 烤串还挺像 别洗了 过来吃烤串 豆豆 谁让你使花妹妹的 妈妈 是家家自己要洗的 妈妈 你瞧王豆豆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这可是我新买的袜子 我可不想怪他洗坏了 一个袜子都知道心疼 没谁了 妈妈 以后我的袜子都不要断头洗了 家家 你说的是真的吗 王家家说的话 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你振住了 她还振 洗了一个人家的袜子 终于解脱了 姐姐终于不用每天洗脱袜子了 晚上 家家 妈妈给你买了鸭绒枕了 好漂亮啊 哇 妈妈 超级软 超级舒服 妈妈 我能不能也快就新枕头 我的枕头好硬啊 冬冬 你是姐姐 不要什么都和妹妹比 妈妈 我知道了 那早点睡吧 王兜兜 给你用吧 家家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 你没闻到一股鸭细味吗 臭红红的 等着她睡着 不得睡晕了 没有啊 你觉得没有 你就用呗 反正我先抽 明天我让妈妈给我买个新的 让我剪个肉 哇 这个超级软啊 也对你不嫌臭 姐姐终于有新枕头了 明天 我还要帮她实现一个豪华愿望 第二天 帝王鲜 妈妈 就去吃一次了 我真的很想吃 宝贝 帝王鲜贼贵贵的 那是冰淇淋火锅怎么可以吧 我欣欣欣欣的冰淇淋火锅 这个没问题 立马给你实现 走 完了 肯定又是只带妹妹去 王兜兜 走啊 我也有费 当然有啦 你妹妹都跟我说啦 一副老大作业 允其莫三颗都及格了 讲给你的 姐姐 杨乐子干嘛 赶紧走啊 哇 我才发现 我有个神圣妹妹啊 哼